各位朋友大家好 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没有录制视频 是因为来说在过去的大半年里面呢 我筹费了非常多东西 比如说要做一些科学上的实验啊 还有就是要写书啦 还要筹备一些课程的一些新的 Silver Star 包括呢我在筹备着 我的新的培训中心 还有就是腐化场 所以今天来说 我用比较随意的方式来说 录制这个视频给大家看一看 我即将来临的一个 training center 跟腐化场 但是现在呢还是处于一个七零八乱的现象 让大家了解一下我最近在做什么 OK 来首先呢我带你去我们的training center 好 现在呢这里就是我的三楼的training center 主要在这里呢 目前大家也看到这里都是空框框的 是因为来说 这个教室的那个桌椅呢 定了货到现在都还没有到 但是目前来说 我们是可以开课了 已经是可以进行了一个小的特训班 所以这里是可以用那目前暂时性的三个桌子 可以用那三个形式 这样基本上大部分的配备呢已经是 准备好就只擦 教室的桌子跟椅子的到来 OK 这样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尝试 过来我这里参观或者是来这里上课都没有问题 都不会影响教学 OK 那这样子来说 这里就是过去呢 我的一些报道 一些报章 杂志的报道 都把它展示在这里 当然还有啦 某一些我是没有放下来 某一些在 都在这里里面 OK 有一些报道 都包到这里 这里呢 将会 还有一个 货柜长次下都还没有到来 然后 这里将会去长次一些 我的一些 在养殖厂里面 养殖里面的一些药物 营养品等等的 一些长次 然后呢 这里呢 就是过去的 不是全部啊 是大部分 我的学生的那一个 一些 毕业的照片 OK 就做了一个大幅的这个画 贴在这里 让将来我的那个 过去的那个 旧学员呢 我一来到这里 training center 复习的时候呢 可以再回味一下 他们过去的这个时光 OK 好 接下来呢 我就带你们去到我的 孵化厂 但是 跟你说 现在是没有太多东西看 呃 是七零八乱 因为它还在建设当中 包括有一些设备都还没有到 走 好 OK 好 现在呢 来到我们这里 啊 一楼啊 第一楼啊 的一个 育苗孵化室 育苗孵化室 这样 你可以看得到 这里还是一大堆砖 啊 明天才会有 这个工人 去搞 把这些砖 都 去 弄好了 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 把鱼池放上去 因为为了方便工作 所以说 我们就设计了 这样子 高度和软件 也方便 为了是隐藏一些 啊 玻璃器系统 在顶部 这样的话呢 可以更加 好的利用这种东西 毕竟呢 这个场所呢 是比较小 啊 然后 这些 啊 当然 这个鱼池呢 啊 在 我们使用这种材料呢 也是比较精细的 然后 也比较适应 比较适合在预料 这个阶段的鱼啊 生产的一个地方 最重要的就是 那个系统过滤的那个本质 是我给达到那个 优良水质的效果 啊 这 然后呢 在这里 看一看 这里呢 这里呢 将会是一个 放置 孵化器的一个地方 OK 但是呢 由于 孵化器还没有到 还没完 办法完全的 100%去组装进来 然后有一些地方 是一个架子 我们是 来去 孕育这个 这个 枣类的 枣类的枣种 OK 然后枣种 培育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 转移到这些玻璃干 再去 培育更加大的数量 之后这些水呢 我们就会来去 滋养一些 比如说 轮虫啊 乌虫啊 这些之类的 那个 微生路 这样子 这微生物的 就 充当的那个 鱼苗 在 出 开口的阶段的 那个时候 运用的一些 天然的饲料 因为毕竟我们是在 室内养殖里面去 进行这个 鱼苗孵化 来去 做这方面的东西 所以说 它在初始阶段的时候 还是要需要一些 天然的饵料 之后呢 我们再把它 转化去一些 粉状的 那个饲料 或者人工合成的饲料 来去 提供它 足够的营养 所以这个 这个环节 这个阶段是有必要的 为什么我们 要选择 运用说 室内的方法来去 育苗 来去孵化这个育苗呢 其实有非常多的好处 当然 在我们的 孵化场的角度来说 这个做法呢 这个做法呢 会比 半自然的 那个方法来说 有稍微一点缓慢的 一个时间 但是 我们 运用了这个 牺牲的这个时间 其实它可以帮助到的东西 就是 可以让这个鱼苗 将来呢 在孵化过程中呢 接触到病害的可能性呢 会比较低 而且呢 我们在 这种模式来去进行孵化的话呢 会达到更加优良的 这个 选种的一个过程 保证就是说 我的鱼苗 将来是 不会有 所谓的 基因缺陷的问题啊 或者是 痒不大的问题 这个就是 我们在做 这一类 现代化 室内养殖的那个 育苗的方法 来去保障 我们将来一些客户 要的育苗 可以保障 没有感染 携带一些病害啊 包括 他们的那个成长速度 也可以得以保障 这样的话呢 才能持到这个 那些 新的农民也好 旧的农民也好 这个养殖户来说 得到一个更加大的效率 这个就是 我们建设这个室内 孵化场的一个目的 好 现在带你去看 最底层 的一个 种鱼的地方 走 现在我们来到 底层 OK 招牌呢 反正招牌呢 是还没有完全弄好 还在处理当中 是非常非常紧凑的一个现象 所以 为了让我的学生 更加好的 来去 知道 我们是在哪里的话 我们就做了这个 玻璃上面的一个海报 来让人家识别 我们的那个 training center 和浮花场在这里 OK 好 现在我们进去 我们这个 最底层的部分 来去看一下 种鱼的 还有交配的场所 还是一样的 现在还是处于七零八乱的现象 因为还有我们的系统 很多的设备还没有到期 所以说完全无法进行组装 但是希望说在六月底里面我们可以完成 主要的系统设置 然后还可以可以在七月初的话 开始运作吧 那个种鱼引菌 然后这些就是我们将会运用的一些养殖筒 OK 这里呢 就已经摆设了一部分 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用来去做这个 交配用的那个养殖筒 OK 将会呢 我们会还有更加大的系统在这里 进行 储存这个种鱼的 OK 还有呢 就在这一个孵化场里面 我们将来还会设置 两套这个海水的系统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实际上 在没有海水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是怎么去养殖 这个海水鱼跟海水虾的 但是因为由于环境的关系 我们只能说 设置两套系统 给大家看得到 它确实是可以做的 OK 希望来说 在不久的将来 我可以再建设一个更加大的 就是海水养殖的 养殖场 OK 希望那天可以到来 至于说呢 我们将会去孵化什么鱼呢 我希望 我现在 我先暂时跑密 不跟大家说想 在等慢点我们事情 整个孵化场弄好了之后 我们就在告诉大家 我们在做着什么种类的鱼 浮化什么种类的鱼 另外一个方面呢 最重要的是说 来我的培训中心 学习RX响指的同学呢 因为我们有了这一些 这个浮化场在整座大厦里面 这样的话呢 你们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呢 可以来到我的孵化场里面 进行更加深入更加实体化的一个学习 不是只是在课堂里面听而已 这样子的话 可以体验一下 我这个孵化场呢 为什么我会运用不同 就一些非常便宜的材料来去建设 还有一些比较高品质的材料来去建设 还有甚至于帆布尺 我会来去运用 因为来说 这个目的上当然就是说 想要启动这个室内养殖的人 就一定有思考过 很多很多方面的材料运用 我就是运用了这种不同的形式的 材料的养殖系统来去建设起来 让大家可以打开眼界 就是说 其实这个养殖方法 这个系统建造来说 它是可以运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包括一些DIY的方式 变成说 在你们初学者 或者想要启动这个室内养殖场的人来说 可以多一个思考空间 可以让你们更加 可以选对你们可以承担的一个 建设成本在那边 所以说我们的运作 是用这些东西 各式各样的东西来去做 目的呢还有最重要的是 做到一个 一种教材的一方面的展示 希望如果你们有兴趣学习 养殖鱼或者养殖虾的朋友们 你们可以向我咨询 关于我的课程 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 有什么类型的课程 然后希望你们可以到这里来 学习跟参观 然后 除了这样之外呢 还有就是 鱼菜供生 当然就是由于空间的关系 我们在这个培训中心三楼里面 我们会做一个 更加是不用靠外面阳光的一个 一个环境来说去建设一套 鱼菜供生的系统 给供大家看实际是怎么样 其实东西都是一样 之后你们可以再去扩展 然后 如果 时间或者是机会配合得到的话 我也可以带你们到我学生的 鱼菜供生厂去参观 OK 但是这个在 过来之前 我们要去做一个相应的安排 OK 这一期呢 录影呢就到这里为止的 谢谢大家 希望你们再 再继续支持 我的这个频道 而且呢 帮我做一些多多的宣传 谢谢 好 至于说我们的培训中心 跟孵化场呢 是坐落在 宜宝发令区 OK 这个Teen City这里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一栋大楼呢 就是我们的培训中心 跟孵化场 最高那一层呢 就是培训中心 下面两层呢 就是我们的孵化场 OK 将来呢 这个招牌还没有弄好 弄好的时候呢 就会非常明显 看得到 所以你要找到我们的地址呢 也是非常简单 可以在 Google里面去打 Dr.Fish RS Aquaculture 你基本上就可以找得到 我们的坐落的位置在哪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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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